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 张律师栏目 4月20日 洛杉矶海关和美国移民律师协会开会 就入境时检查手机以及遣返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且得出了结论 那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手机 如果一旦遇到被遣返的情况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 将为大家详细的分析这个问题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这又是一个最新的海关入境的新闻 所以在持有B1B2签证入境美国之后 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被移民官去检查手机呢 现在移民政策越变越严 所以很多的海关他们在面谈客人的时候 有时候入境要是有任何的怀疑 不管是B1B2的旅游签证或者是学生 或者是O1杰出人才或者是跨国经理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海关 他都有权利去调查 当然你申请文件的资料 他们是没有 但是他们可以在他们系统上看到 你过去的这个历史 那你要是填了什么 在那个签证官领事馆填的东西 他们可以看到 所以要是有任何的这种出入 他们怀疑 那他们就可以去来把你的手机拿过来 要求你把哪些APP打开 然后让他们来看 那我们常常看到的问题是 比如说有一个人说他们只是想要旅游 结果拿手机 看完之后发现这里有男女朋友 然后他们是美国公民 马上要结婚了 那样子的话 就感觉上你是想要只是入境 然后转身份 对海关来说 这个是非常不可以的事情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呢 那常常是认为你是打算来这边工作的 但是你是拿着普通的旅游签证 你过去这么多年来 每一年都这么长时间待在美国 他们认为你不是在这边旅游的 你就是在这边非法打工 所以看了手机之后 有什么问题 取消签证 让你原期遣返 然后你需要重新在领事馆 再申请新的签证 所以海关的这个权限是非常的大 他们可以一直这样子做 那我们律师协会跟海关面谈 就是因为太多像这样子的案子都在发生 所以我们在讨论整个全部的律师团体 跟洛杉矶的海关来讨论 到底该怎么办 怎么样帮客人解决这些问题 那因为海关 他们也是在这个依法作业 所以到底怎么样 大家才可以变得最清楚的 来处理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事情 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洛杉矶海关的时候 他们说有很多事情 他们知道我们律师反而不知道 因为客人不会诚实的跟我们说 所以他们也不能跟我们讲 所以我们说OK 但是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客人都已经原机遣返了 签证被取消了 我们连为什么他们没办法入境美国 都不知道 那洛杉矶海关说 每一个人要被原机遣返 一定要有三层的那个 officer 长官来签字 看完所有文件 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是非常严重的去整个审理 第二呢 让他们回国 让他们取消签证 之前一定会把所有的这个记录 打出来 写出来 印出来 让客人签字 让他们带回去 所以他们会清清楚楚的知道 为什么自己被原机遣返 然后他们可以准备他们的解释 拿着这份文件 重新的再跟领事馆去 去申请新的签证 所以他们自己都有 他们也是自己非常清楚 要是律师不知道 那律师应该可以去跟客人去要 那么我们律师团队常常就跟海关说 但是有的时候客人他们不知道需要要这个事情 或者不知道印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搞丢了 所以这个事情时间也过了 联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跟海关 再拿一份这个文件呢 当初被递解 为什么有这个原因 你们问了什么 他回答什么 让你们到最后让你们认为 他不是一个合法的身份入境美国 然后遭到这个递解 有什么样的这个原因 你们可不可以重新再印出来给我们 让我们再看呢 洛杉矶海关是说 他们不能替任何其他的海关说 但是至于要是是从洛杉矶被递解的话 要是是我们的客人 要是可以把这个文件准备起来 跟正式的跟他们要的话 他们会尽量的帮忙 所以他们有给出这个承诺 那至于我这边呢 亲自的有跟洛杉矶海关要过许多次这个事情 甚至原本因为以为是欺诈的罪名 递解客人 我有重新的准备文件 跟洛杉矶海关解释 是他们误判了 请他们把这个罪名把它洗刷掉 让客人可以重新的在领事馆 重新的去申请 洛杉矶海关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非常理性的可以准备 那其他的海关 我也有试着联系过 真的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可以跟着全世界的人说 洛杉矶海关确实是比较可以帮助 那他们是说 他们愿意重新印一份这个资料 让我们看 那讨论完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律师团队又接下来的去问 常常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洛杉矶海关会去翻行李 会去拿文件 会看他们的手机 然后看到什么再印下来 然后放到他们档案里面 我们能不能看到他们内部的信息 看到他们内部到底影印了哪一个页面 因为常常在这个transcript当中就是问答 只是说我看了你手机 你手机有有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要拒绝 类似像这样子 但是到底他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能不能从他的系统掉出来 那这个时候洛杉矶海关就说 非常抱歉 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提供 唯一可以提供的方式 就是正式的发有一个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跟他们要 但是做这个事情 只有差不多一年以上的时间 来准备回答 有的时候会比较快 但有的时候也会比较慢 就是会长达这么久 他们才可以把内部的东西提供出来 因为他们内部的系统 是跟全美国CVP绑在一起的 所以是个非常高机密的一个文件 他们随便不能给外人 所以一定要有正式的这个Foia Request 他们才可以正式的回信 所以很多客人缔解了 要重新签签证 想要重新入境美国 但是要是又不知道文件是什么 要是又不知道为什么被拒绝 很难准备重新去领事馆 对不对 所以面临这种问题 常常客人唯一的选择就是 那你就试着先去领事馆 领事馆内部也可以看到 类似同样的问题 要是你可以说服领事馆海关的话 领事馆面谈官的话 他说不定就会出一个新的签证 要是不行的话 还是拒绝 那就只好慢慢的等 海关这边是为什么拒绝你的情况 把这个文件准备好 再次的去签新的签证 所以这个对于大家 是我觉得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洛杉矶海关是很愿意帮助 帮人的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大家就要好好的来准备 好 谢谢张律师的介绍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一旦被海关查手机 发现有欺诈的嫌疑 被递解出境的话 最快的时间也是需要一年 来帮助这个客户重新入境 不一定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被递解 你第二天你就可以去领事馆 去准备去面谈 那有时候是很紧急的去面谈 可以马上可以排到 有的时候需要等三四天 那要是你的文件非常齐全 然后你去领事馆 然后重新签了这个签证 那你再过一天 马上又可以飞回来美国了 你重新飞回来美国 有新的签证 通常就不会被海关去递解了 因为你新的签证 应该已经解释过去的签证 被拒签的原因 所以一定要看为什么 海关拒绝你入境 像我们碰到很多 有些人被递解 是因为他们B1B2 是用的太平凡了 你就是应该要申请一个正式的工作签证 你没有可能偷懒 我逼你一定要这样做 所以海关是以这样子的态度 有些人他们是 然后他们就紧急的申请一个TN visa 然后就入境 那就是正式的visa 就没问题了 对不对 有些人他们背景有问题 有criminal record 海关被查到 缔解对national security有问题 缔解 这个时候想要先看 移民局海关内部的消息 这个就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拿到了之后 才能跟领事馆去重新申请 对不对 张律师 一般来讲 这个海关 它会检查哪些手机的APP呢 海关其实都蛮了解 Cacao是韩国 WeChat 微信是中国 有LINE 也有WhatsApp Messenger Email 他们这些大概都知道 微信 那当然你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什么 游戏软体在那边沟通 传文件 他可能就比较不知道了 但是 至少这些最重要的 他是非常清楚 好 非常感谢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 张迪凯律师和我们分享 洛杉矶海关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好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